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那我目前呢 除了就是在比较少的公家机关 来去教授电脑技术应用 然后我还在国立阳明大学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会 希望早一天能够拿到这个博士的文凭 那我希望说在我的就是20多年的中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国内国际的电脑阵照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电脑的应用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好那我的Obo呢 它因为可以放双卡 所以它还有这个双卡与行动网络的设定 好不过坦白说 这只手机我一张卡都没有装 因为这只手机不是我工作机 它就只剩单纯我的什么机器 就是比如说教学 因为之前我通通都在叫iPhone 可是班上有很多同学讲说 老师我都找不到 我都找不到那个ATV在什么位置 所以我就只好去年又再花钱去 就是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为了学生的需要 所以我又再去买了Obo这只手机 这样可了解吗 好那这是关于网络的部分 其中这边有一个蓝牙 不晓得各位在热熊生活中 你有没有去买一些蓝牙的产品 比如说喇叭或者是电视 这些附有蓝牙装置的电器设备 都蛮贵的 所以不晓得各位 会不会有这种兴趣去选购 那像例如说我们的汽车 汽车 十年我买那个ToyotaWish的时候 它就可以接蓝牙 也就是说你用手机来操控 但是我相信未来在我们生活之中 冷气有蓝牙 电灯有蓝牙的控制 所以这个蓝牙会越来越多 好那像现在我就 它现在就要再进行配对 因为重点是你要看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蓝牙的电子设备 就算你搜寻也要有电子设备 它才能够搜寻得到 所以我就暂时不去搜寻了 好那接下来关于这个部分 我想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通知 通知 通知这边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误扰模式 好 像我的iPhone都设定为11点之后 就不要再有任何讯息进来了 好那我想请问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希望你的手机 11点之后不要任何的通知 我们是不是要做误扰模式的设定 对吧 对 好 可是我想问一下 如果万一有一个人 持续打了三个小时的电话 情况会变成是什么 我不晓得你们 我是没有接过这样子的电话了 可是他最后会变成是什么 还是在误扰的状态 好 那你应该有听过机器 机器它应该叫符合人性的一个设定 如果当今天有了这样子的紧急通知三个小时 我想应该应该要去设定为 就是从误扰模式变成一个什么 比较特殊紧急的状态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误扰模式怎么设定 首先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我有设定 所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误扰模式 那误扰模式有看到 这只手机 这只手机自动开启 有看到吗 几点开启 几点结束 就是 开启的时间是10点 然后隔一天的7点 好 那它到底哪些哪些讯息 它会阻挡下面就在设定这些 可以了解 现在已经慢慢都都没有什么 电话主要就是什么 主要就是讯息的通知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叫讯息的通知 脸书也会有讯息 甚至一个APLINE也会有讯息 甚至我们装的一个像什么 那个台铁 台铁 它可能都会希望说 它把讯息打开 就是请你打开 为什么 例如说 当台铁时间有在做更新的时候 它就希望把那个 更新的讯息提供给您参考 所以 就算说是我们生活中 就是比较不常使用的APP 只要你装上去 它可能都会有新的讯息 产生出来的时候 它就希望你能够知道 所以在这边有没有看到 均不允许 均不允许 当然你也可以打开来 好 这边有没有看到 允许接收通知 这边是关掉 还有允许以下来电 有没有看到 警线收藏的联络人 就是如果不认识的人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的人 那是不会接到电话的 因为这是不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设计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你要找人 记得不要用LINE 如果说你在晚上的 像现在的设定 11点那就请你不要再用 打LINE的电话 而应该是打 那个 就是09的电话 这样可以了解吗 如果你有紧急的通知 请问这件事情有听懂 好 所以对方还是可以接得到 你的电话 请警线电话 因为真的现在很少人 会打电话了 都是用LINE 用LINE 好了 那我要回到上一页 以上是 勿扰模式 勿扰模式的设定 为了一页好梦 建议 建议 勿扰模式还是要打开 那请问 如果万一 柯P12点 传讯息 告诉你 明天台风 然后怎么样紧急通知应变 你要怎么办 那是紧急的事情 紧急的世界 好 不过我想 我想 你可能要试试 那个当时的一个情况 来去做灵活的应变 这比较重要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像通知与状态列 这个通知与状态列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首先 首先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的通知 手机的通知 好 这边有什么 要不要在这上面显示 百分比 还有网路的速度 网路速度把它打开来 网路速度 还有就是 通知提示的方式 显示图示 显示数量 好 如果新的讯息进来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有通知 我觉得还是图示会比较好 然后 接下来就是 一些 一些其他像荧幕亮度的设定 好 这个是属于这上面 上面的一个通知 所以我们回到上一页 可是我现在要跟你讲 还有另外一个通知的设定 另外一个通知 那是iPhone 因为iPhone可以把所有通知 所有的APD一起控制 不要通知了 iPhone有 Android没有 在这里 看在这里 你看哦 首先 首先 这个通知管理 通知管理 点 通知管理 你去找iPhone iPhone应该也有这样子的功能 这边我可以单独把 例如说翻译 翻译 点它 然后这边有看到 有一个叫做允许通知 把允许通知关闭 这个时候呢 如果翻译 这个APP 有任何的通知 对不起 它都不会变成用提示的方式 来去提醒你 可以了解哦 甚至假设我把WeChat关掉 我把LINE 什么LINE吧 比如说脸书 LINE 我把LINE点它 然后允许通知 我已经关掉了 那别人传任何一个讯息给我 我就不会上面 就是弹跳出来一个通知讯息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可是 可是 当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 你就变成要主动一段 就是一段时间要进去看一下 好 你看哦 我现在我LINE的通知是关掉 所以我去看一下 这只手机的新的LINE 有多少 所以你去看哦 我的LINE不在这边吗 往左边 然后这边 这是我的LINE 因为一直都是没有开启 好我现在点LINE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会有很可观的数字 很像 很像你去了大陆 你趟十天 八天后 五天后 回来 你会看到一堆的讯息在这里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记住 记住 通知要是关掉的话 你真的会以为 好像没有人找你 其实他都找你了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的 因为有时候呢 有时候因为有 我要开一些会 所以我就把一些讯息 我要一口气全部关掉 你看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回到设定 然后去我的通知 通知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通知管理 点选这个通知管理之后 安卓没有一个设定 叫全部关掉 我是没有看到了 有 这个 一键锁平 就是这个 这个 一键锁平 然后就把它给关掉 这样子的话 全部的APP都不用再逐一设定 可以了解哦 因为假设有时候我在开会的时候 那个 我的手机虽然开到静音 但是它会震动 这样子其实 感觉也会不是很好 好 那 不晓得各位的好友 LINE的好友有多少 就是有些 有些人他会轮流给你讯息 这样的话也不是 就是说 给人听到那种震动声也都不太好 好 这提供给你们称了 我先回到上页 所以这是关于通知 通知的设定 那当然那个关于自己手机的荧幕显示跟亮度 你可以点下去 主要就是说看你觉得手机亮不亮 你可以在这边来去做一个设定 但是这边它有一个自动调整亮度 它会随着如果说现在是白天 现在是晚上来去调整我们荧幕的亮度 这个叫做自动调整亮度设定 手机越来越多这种智能的功能了 什么叫智能 例如说你现在的灯光 如果外面外面的太阳很大的时候 灯它会降低它的亮度 这就叫智能的控制 相对的你的手机到时候也会 这种功能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好就提供给我们参考一下 这是关于那个荧幕显示与亮度 你不晓得了不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因为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试着把那个荧幕的亮度调亮 可是这其实对我们的眼睛是很受伤的 好 所以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那个 嗯 灯光 没有什么灯光 没有什么就是亮光的地方 建议 不应该使用你的手机的 好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睡前 睡前就把灯都关掉了 在那边就是睡不着觉 然后就在那边滑手机的 经验 是这个 这个状 这个情况 建议还是把灯打开来 会比较好一点 好 毕竟我们的眼睛要用八九十年嘛 那我们在接下来继续来观看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关于安全的设定 关于安全的设定 有看到指纹脸孔密码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指纹好了 指纹 就是我这只手机 我这只手机呢 我先我先把它关掉 这个地方我先把它关掉 好 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它有一个专有名称叫待机模式 请问一下你的手机 完全都不 就是没有在打开 完全都没有在打开 你觉得你的手机可以撑多久 没电 这个电会慢慢耗光哦 你觉得大概撑多久 因为这只手机我不曾用嘛 所以基本上 了不起两三个月我才会有机会来去教手机怎么使用 我测过 其实就是大概到第六天 第七天 它就耗光所有的电了 可以了解吗 这也蛮重要的 好 因为你不使用它 它就是会慢慢把电给耗完 好了 我接下来 打开来 打开来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它说有新版本 那 今晚叫安装好了 不然它一直跳出来叫我安装 好 我们点选这个设定 你看 我刚刚打开来 我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指纹控制 不是这只手机没有 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射了一种 进入 进入的方式 指纹 脸孔 或密码 到时候你要把它 到时候 你是不是 假设你这只手机还好好的 你是不是要卖给别人 对不对 你只要记得做一件事 还原成出厂设定 这些所有的设定 这些所有的设定全部都归零 全部都没有了 好 我现在我们来教你 例如说设密码 像刚刚我启动 我的手机并没有任何的密码 对不对 例如说现在是在带机 然后 当我 当我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电源键 好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我完全不用任何的限制 我就进去了 这意思是什么 任何人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来去观看 你 跟谁在联络 可以吗 好 那 怎么样去设定 如何去设定 好 首先 例如说 假设我要设定密码 设定密码 好 那 我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 锁定 画面的密码 隐私的密码 这边有分两种 一种是 画面 锁定画面密码是什么意思 锁定画面密码就是 开启我的手机时 那个状态 那 隐私密码 就是 假设当你今天 你要去 例如说结账的时候 那个密码 例如说 假设你有 有做一些什么 充值 加值的服务 好 这个时候 或者是说 你今天 你设定 呃 例如说 去 线上购物 这个时候 他会要求你输入密码 这个时候 那个是 隐私密码 好 那我们来设定这个好了 锁定画面密码 所以打开 所以就点选这个开关 点选开关之后呢 打开密码 这边是打开密码 好 那 打开密码 当我点了打开密码 这边我就去设 我自己知道的数字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的画面 变成什么 黑色 你完全看不到 因为我在 要 输入 我要设定的密码 可以了解 好 例如说 我现在先输入 因为要输入几个数字 我这边的手机设定 它是说要输入六个数字 然后呢 他要求我再输入一次 刚刚输入的数字 然后呢 他说 这边 他就说 刚刚我设定了 这个 这一组的数字呢 建议您 连结信箱 可以吗 旺季的时候 你可以到信箱里面 或者是 他会有一个旺季密码 然后 他就会透过这个信箱 再寄密码 通知你 可以了解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如何找回 忘记密码时的 这个密码 的方法 那这边我就不去设了 好 我只是告诉你 有这么一件事情 好 我就先点取消 那当然我刚刚 我刚刚 那个 有设定了 有设定了 就是说打开密码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呢 我先把它关掉 现在我是不是回到待机的模式 然后接下来我现在要打开这只手机 他就会要求我输入密码 假设我刚刚的密码 不是 6个1 1 1 我现在一直在点这个1 3 4 5 6 6个1 他就说 请输入密码 有看到吗 是不是错误 他不让我进去啊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好 我现在把 我现在进去了 是因为我输入正确的密码 那请问 如果说我现在要把那个密码 我刚刚设定的密码给关掉 请问要怎么做 如果我要把密码给关掉的话 那我就直接到设定 设定里面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从上往下去找 找到指纹 脸孔 与密码 好 点他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 锁定画面密码 已开启 所以就是他 我们来去做设定 点选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他要求要求什么 你必须要先解开机画面的密码 这个时候才能够关闭密码 可以了解哦 其实您如何设定开启密码就应该知道如何关闭密码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关闭密码是在做这件事 然后因为你要关闭密码 所以你要关闭锁定画面密码 你必须要把设定那个锁定画面密码再输入一次 才能够真正的关掉 你看现在这边又变成打开密码了 所以呢我现在我还有没有开机时的密码 没有了 你看哦 当我回到待机的模式 然后再打开 我就可以直接开启了 就没有那个密码 好了 那我想指纹 指纹的操作方法也非常的类似 那请问一下 通常指纹 iPhone的话 它就是用Home键 iPhone就是用这个Home键来去控制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是使用安卓系统的 指纹会在什么地方 就在萤幕上 就在任何萤幕的一个位置 好 那请注意 请注意 我们iPhone 几乎大部分 都是射 右手 大拇指 对吧 对 通常iPhone 指纹辨识 都是射 右手 大拇指 对吧 至少我是 至少我是 好不好 你们好像都 都 压力很大 都不想理老师 好 OK 我们 我看过有人 另类的设计 就是 他在设计 他的 他的那个 护前的那个指纹 他不是射 大拇指 好 他是射 他的食指 为什么射大拇指 你们知道吗 因为他最方便了 那个Home键 我们通常都是用大拇指 去按他 可是 可是 他就用 不是惯用的 那个大拇指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没有人规定 一定要用大拇指哦 而且惯用手的大拇指 好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来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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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